乌尔爆發衝突 在臺灣中山大學 念說幾位烏克蘭民眾 其實非常擔心家鄉的狀況 不時打視訊 關心當地的局勢 其中一名學生羅丹寧 他說他的老家不到幾分鐘 就有建築物被炸轟了 當時他擔憂 因為戰場逐漸往家人住的地方逼近 而另外一名同學則說自己的哥哥 雖然有心臟方面的疾病 但為了愛國 那麼看到國家遭逢巨變 願意被徵召入 打開筆電跟烏克蘭親友視訊關心 烏克蘭人林歐利亞來臺已經六年 目前在中山大學就讀博士班 自己的家鄉發生憾事 卻也無能為力 只希望家人一切安好 卷情緊張 他的哥哥被國家徵召入伍 雖然有心臟方面的疾病 但也願意為了國家上戰場 抵禦敵國 很多現在在烏克蘭的那些男生 他們會覺得就是更愛國 然後會覺得他們要守護自己的家 中山大學共有三名 就讀朔博班的烏克蘭學生 這位羅丹尼則說 他的老家不到幾分鐘路程 就有建築物慘遭炸毀 讓他很是擔憂 其實在台的他們家鄉距離遙遠 學生身分沒有過多資金 如果家人想逃往其他歐洲國家 也希望臺灣各界能夠伸出援手 過去從不認識的三個人 因為戰爭爆發而聚在了一塊 彼此互相打氣 分享老家的訊息 也希望更多在台烏克蘭人 可以團結起來 為自己的家做點什麼 記者黃復 吳國珍 高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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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雄報導 高雄報導 將最位 精神地